虽然又发生了虐婴事件 高雄这名妈妈将五个月 大的宝贝男婴养阳 送到合格登记的保姆家中托婴 没想到在送托期间 这名保姆是疯狂抱怨孩子难带 甚至一个月后 这小男婴徒人就意识不清了 送婴发现孩子的头骨 居然碎光 命为住进家户病房 直到现在还在跟死神搏斗 家长份额提告 检察官认定保姆设有重嫌 生压获准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小孩 送去保姆家都还没有下班 小孩就送进医院抢救 沉痛踢爆 五个月大男婴惨躁虐待 从健康小孩变成全身插满管子 至今在家户病房于四身搏斗 仅疑似全是保姆所为 曝光于保姆的对话 3月4号送托第一天 王姓保姆就向妈妈抱怨 男婴养阳爱闹脾气 让他连说话大字都累 耳朵都是养阳哭闹的声音 家长相信保姆还安慰说辛苦了 强调会配合调整育儿方式 3月8号 保姆再抱怨小孩一直哭闹 说自己快崩溃 想不到4月2号就发现 孩子右上眼皮淤青 保姆还自称 不知道哪天会被打113 隔了一个礼拜 4月10号立刻出事 下午就接到保姆打来的电话 就讲说 你的小孩好像不太对亲 送到医院急救 然后就说 高度怀疑儿童虐待 妈妈赶到时 杨杨不但已经意识不清 保姆不叫救护车 竟是叫Uber送医 诊断后发现他右侧颅骨多处骨折 双侧视网膜出血 严重闹水肿 紧急开刀命危 住进嫁户病房 医师还说极度可能是被用力摔 才凑成 这种结果 他是在103年就合格登记 资料里面没有显现 他有不良记录 没有不良记录的合格保姆 竟成了虐婴重贤者 社会局通报后 高雄地检署认定 而且还有两名幼儿有他托育中 有反复犯罪之余 沈牙护准 五个月打男婴洋洋 被保姆带一个月 头骨碎光光 究竟是谁狠心虐待 要全力理情 记者王志文黄玉兰高雄报道